这个男人是钓鱼界的天花板 他动作娴熟 一松一紧地拉扯着钓杆 那沉垫垫的感觉 一看就知道有大祸 然而 当于露出水面的瞬间 男人被吓得差点窜息 很快 岸边拉起了警戒线 警员一眼认出死者是村民赵远 这人是非法垫鱼的惯犯 从他身上缠绕的破损垫线来看 有可能是垫鱼石发生了意外 法医确实在尸表发现了被垫的痕迹 至于是不是致命伤目前 还无法确定 得解剖后才能知晓 由于这一带监控盲区很多 能收集到的信息非常有限 一切还得从尸体方面着手 现场勘察结束 法医第一时间进行了尸检 赵远并不是被垫死的 而是溺水身亡 他身上的垫击痕迹是死后才形成的 另外 尸体内的归藻和落水点的不一致 说明发现尸体的地方并非第一现场 这有可能是一起杀人抛尸案 为了了解更多线索 陈队来到赵远生前工作的龙江修船厂 没想到这里的老板 竟是他曾经的好兄弟周江 两人都是警校毕业 以前他们无话不谈 可五年前的一场意外改变了一切 周江的女友何家乘船过河 结果船翻了 陈队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 当时水里除了何家以外 还有一个孩子 陈队选择先救孩子 结果错过了救何家的时机 致使他连同肚里的胎儿一起被淹死 周江赶到后瞬间崩溃了 大骂陈队不够兄弟 为了救父伤的儿子 连好兄弟的老婆都不管不顾 自那以后 兄弟俩形同陌路 一个带着怨恨 一个背着罪恶 关于赵远的事 周江说他也不是很清楚 这人半个月前就已经离职 眼看问不出个什么 陈队二人指的先行离开 然后来到了赵远的住处 这人单身汗一个 屋里出了一张床 就没一件像样的东西 细心的陈队在地上找到一条手链 看起来像是女人物品 回到局里 技术员将赵远家的电线和尸体上的做了比对 发现完全不是一个品类 这更加说明赵远的死有蹊跷 接着警方找到了倒腾电鱼器的马六 一开始这家伙还不老实 说自从上次被罚款拘留后 就再也没有偷卖过那东西 但陈队从垃圾桶里 找到了尸体上同款的电线 面对铁证 马六不敢再隐瞒 大概半个月前 有个人深夜找到他 出了好大一笔钱 让他给做了一个 至于那人长什么样 他没看清楚 那家伙裹得严严实实的 再加上黑灯瞎火 他只瞟见对方耳后跟好像有道巴 法医这边有了新进展 案发现场已经测试出来 在龙江船厂南面水域 看来这案子可能和周江有所关联 陈队让警员去摸了一下船厂的基本情况 发现有个叫张胜的员工很可疑 案发当晚本来是他值班的 可他突然跟渡三患了 而且自打赵远的尸体被发现后 这家伙就失踪了 从渡三口中了解到 张胜和赵远好像不对付 两人在一个月前还打过架 具体原因他也不清楚 了解到这一点 警方立即去到张胜家里搜查 屋里乱七八糟的 一副体筒跑路的模样 在一堆药盒子里面 陈队发现一张合照 里面的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也为他手上的链子和赵远家那条一模一样 看来这个女人就是张胜和赵远的交集点 很快警方找到他了解情况 女人说和张胜离婚后 确实跟赵远好过一阵 可后来发现不合适就分开了 张胜和赵远之前打架就是为了他 问起张胜和他女儿现在的下落 女人说他真不知道 但是应该没走远 女儿得了肺病 经常要去医院 张胜不可能带他躲得太偏僻 就在警方四处搜查张胜时 这家伙竟主动联系了周江 他女儿病得不轻 恳求周江救救他们 之前在传场的时候 周江对他们妇女多有照顾 现在走投无路 他也只能想到周江了 原来赵远真的是他杀的 那天晚上他出去给女儿买药 谁知半路遇到了赵远 两人本来就有矛盾 没说两句就打了起来 我求求你 救救我 救救我 可怜的孩子 这孩子必须马上得去医院 一刻也投不得 但是你必须得给我去自首 听我说 这孩子我来照顾 你欠的钱我来给你还 但是你自己犯下的罪行 必须你自己承担 你躲不了一世 张生虽然自首了 但陈队心中还是有疑问 尸体上的电线和电击痕迹 怎么解释 还有那个耳后有倒疤的人是谁 为了搞清楚这几点 陈队再次来到龙江船场 意外发现杜三的耳朵后面 就有倒疤 于是趁他不注意偷拍了一张照片 可马六这家伙不敢确认 说当时压根没看到对方的脸 虽说如此 陈队却越发觉得龙江船场有问题 于是他让警员假扮防疫战的工作人员 以除虫灭属的名义案中搜查船场 可就在警员深入到仓库重地时 周江突然出现阻止了他 这些都是一腐蚀的贵重物品 不能随便喷杀毒剂 陈队为了不打草惊蛇 只得先让警员撤离 可他似乎忘记了一点 周江曾经也是一名优秀的刑警 他已经发现了工作人员藏着的摄像头 很显然 周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为了查清楚这其中的殷勤 陈队派人24小时监视船场的一举一动 另外也盯着杜三 那家伙和赵远的死肯定脱不了干系 周江也意识到了危险 让手下人去擦干净屁股 可是杜三这货不省心 他是杜成性 最近手气又不好 于是被这周江私底下交易 殊不知 自己早已被警方盯上了 不过陈队并没有当场抓捕杜三 他准备放长限调大鱼 等到两人交易完成后 警员们一路跟踪逮捕了来拿货的人 原来这伙人在走私围禁药品 虽然陈队心中一百个不愿相信 但事实摆在眼前 他曾经的好兄弟周江很可能是主谋 就在陈队陷入情感纠结时 队员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杜三跟丢了 这家伙狡猾得很 意识到被人跟踪就迅速甩掉了警员 然而第二天 有人在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尸检报告显示 杜三死于昨晚两点左右 在他的胃里有大量酒精 疑似是醉酒后溺水身亡 杜七还收到丈夫的临终遗言 说对不起张胜 其实赵远是他杀的 他一直在偷偷贩卖违禁药品 现在知道自己被警方盯上了 一旦被抓住 老底都要坐穿 所以他选择一丝了结 陈队觉得这条短信是欲盖弥彰 杜三刚一暴露就死了 怎么看都有种杀人灭口的味道 第二天 陈队带着酒和菜找到周江 虽然他们都不想面对彼此 但有些事情陈队必须讲清楚 杜三利用船厂里的船走私为禁药 身为老板的周江不可能不知情 陈队劝他不要再知法犯法 现在回头一切都还来得及 周江火药味十足 让陈队放顽皮赶紧滚 没证据就不要在这浪费时间 很显然 他还为当年的事耿耿于怀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一切好像都恢复了平静 实则却是暗流涌动 这天 小果放学回家时 一辆白色轿车静直将他撞到了沟里 周江刚好看到这一幕 虽然小果是张生的女儿 但这段时间相处以来 他早就将她视为了自己的孩子 当年何家出世的时候 怀的就是一个女孩 再加上小果的生日与何家是同一天 所以周江对这孩子有着特殊的感情 经过一整夜的抢救 小果还是没有脱离危险期 他头骨骨折 随时会发生不测 都说龙有逆龄 处之必死 小果就是周江的逆龄 谁敢伤害他 他就和谁拼命 回到家 周江把刀藏进背包袋子 然后打电话约豹子出来见面 原来他真的是幕后主谋之一 赵远和杜三的死都和他有关 其实张生并没有杀死赵远 赵远只是暂时昏迷了过去 醒来后他顺着水流游到了船厂 谁知刚好撞见杜三和大林 在包装围禁样 二人害怕事情败露 便一不做二不休 将赵远给杀了 周江赶来也吓一跳 但是一至此 只能想办法瞒天过海 他赶紧找来电鱼器 将赵远伪装成被电死的假象 谁知后来冒出个张生 他立马想到让这家伙被割 所以才会劝他去自首 而杜三则是周江亲手解决的 这货不仅暴露了 还敲诈周江一百万 逼急了 周江只得杀人灭口 他联合大林先将杜三给灌罪 然后扔进河里淹死 接着又用杜三的手机 给他老婆发短信 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杜三身上 伪造成畏罪自杀的假象 小果经过手术终于苏醒过来 他一直在关心周江在哪 因为那天晚上 他看到干爹在吃药 便以为他是生病了 小果很懂得心疼人 偷偷在地上捡到半颗药丸 放在书包里详请警察叔叔看看 干爹到底得了什么病 法医对药丸做了解验 发现正是杜三走私的违禁药 这下可以肯定周江也参与了 警方准备立即对他实施抓捕 可此时周江已经找到了豹子一货 他假意答应继续用船走私药品 从而套出了小果就是他们下的毒手 连个孩子都不放过 周江怒火万丈 套出事先藏好的刀狠狠捅在豹子身上 可惜没有伤到要害 加上他们又有三个人 双拳难敌四手 周江很快就被撂到 豹子将他拖到河里要淹死他 危急关头 陈队根据小果的电话手表赶了过来 经过一番乱斗 他们终于制服了歹徒一伙 可是周江受伤太重 或许这样对于周江来说是最好的结局 其实他走私违禁药 也是为了给何家的母亲治病 之后警方根据豹子交代的线索 一举捣毁了整个走私团伙